请大家热烈掌声鼓励 在国外的马术比赛中 常常都会有自由演绎的表演项目 当中也不乏一般选手 以身心障碍选手 hand in hand的融合表演 在这短短将近五分钟的表演当中 张教远教练与孙宁人选手 非常的有默契 并驾齐驱 还搭配着节奏感十足的 Lady Gaga音乐 两个人一起享受自由自在的 骑马乐趣 我们现场的来宾 如果感觉他们的表演非常的棒的话 是不是也适时的可以掌声鼓励 谢谢 如果平常有接触我们马场的话 相信各位对于张兆远教练是非常不陌生的 张教远教练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练 对于我们身心障碍的选手 身心障碍的孩子 在我们马场里面接受马术治疗 在骑程上面都赋予相当大的爱心 那张教练一直认为 在这些马术的骑程当中 最主要能要强调的不是技巧的呈现 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平日的各项的表现 尤其是如何教导身心障碍者 有秩序的生活 教导他们品和的教育 教调整他们的学习态度 以及生活的各项所需技能 才是最大的工程 真的需要莫大的耐心和爱心 这就是骑意计恋中心的使命 扶持身心障碍者获得公胜的生命 这次除了自由演绎的表演以外 平常马术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学员 也有许多让人动容的表现 像德国籍的教练林武田乌塔 但是手部需要扶着墙壁或者栏杆的话 他们就已经没有其他的 余力可以做别的动作 但是当马蹄协助了他们不方便的装脚 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除了躯干容易顶持 手部功能也就比较容易得到发挥的工作 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尸体 让这些障碍者快乐无比 此外在个别的学习场所 理善 通常都没有办法 让这群身心障碍的朋友发挥 而讲牌通通是帮给别人 但是在这里 在我们的希望马卡 机会的门永远是敞开着 于是每一个人都满怀的忧郁优越感 荣誉感 期望自己都能够抱个大奖回家 平常的练习态度也就非常的认真 让教练们辛苦的付出 有了非常大的安慰 谢谢我们的张教练跟曾宇仁 大家带以热烈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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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